又到了这个五六月非常非常繁忙的婚礼季节 婚礼前几周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基础保养 你才能用最美好的肌肤状况 去迎接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天 哈喽大家好我是Korin 今天非常荣誓请到我们的美妆大叔Paul老师 来到现场然后来帮我们分享一些美容新资讯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妆大叔Paul 那相信我们有很多准新娘呢 现在一定是焦头烂额的准备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保养这一块了 说到婚前保养最主要还是让这些漂亮的准新娘们 要从基础保养开始做起 准备婚礼的之前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压力 包含现在的生活环境啊 都会让你的皮肤产生一些问题 像是干燥缺水肌肤辣黄色素沉淀等等这些问题 那肤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保湿 其实讲到保湿呢我非常推荐这一瓶时光青春露 因为它有非常丰沛的玻尿酸 还有三大直萃的保湿成分 在你洗完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 它可以快速的直达你的肌底 擦完之后你皮肤还会有一种柔滑细致的感觉 很多女生啊现在也会追剧嘛晚睡嘛加班 那我觉得要素颜又要维持好气色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耶 我相信所有的女生不管你化妆与否 最重要的是你希望你出去的时候就是气色非常非常的好 这时候呢我就一定要推荐你这一瓶 它叫发光乳霜又称为粉钻瓶 它里面具有90%的保养成分 再加上10%的智慧光感微粉体 在你保养的同时呢 让你的肌肤产生平滑细致 而产生发光的效果 我发觉两只手明显 右手的气色就是好 而且你其实都看得到你的血管 这代表其实它整个妆感是非常非常透的 很多人会担心说 它会不会沾口罩会不会沾染到衣服 这个智慧光感微粉体 它是完全不会沾染到你的口罩 跟你的白色衬衫白色衣服的 那现在夏天到了会不会很油腻 因为看起来是乳霜状 其实真正好的保养品 它是能够让你皮肤吸收的 所以它完全能达到一个滋润 但是却是很清爽的一种敷促的感觉 那流汗的时候会不会产生 就是我的妆就不漂亮了就脱了 完全不会的 因为它有一个清肤防水科技 它会让保养品吸收到皮肤里面去 同时又产生不脱妆这样子的效果 而且其实重点是它不挑肤色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 我也觉得它其实是让你的肤色去调整 不是改变肤色而是提亮肤色 那这个东西要卸妆吗 你只要用一般洗脸程序 含造性洗面乳洗脸 它就可以轻松卸除 那我们想要有遮瑕 还有想要有防晒 还想要防水 还想要提亮我们有这么多愿望 那有适合的产品吗 好 如果你想要点妆感 同时要有防晒的功能 那我推荐可以用这个 钻石发光气垫粉饼 它里面呢除了具有防晒 SPF35以上的功能之外呢 只要薄薄一层 它就具有非常高度的这个遮瑕的功能 还可以让你的肌肤提亮 还有保养的效果 我自己在使用上的时候啊 其实它非常的清透 这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那它也不容易脱妆 然后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 那我觉得会更适合就是五六月现在要开始准备结婚的准新娘啦 连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宾客也都非常非常适合 谢谢今天Paul老师来现场为我们就是分享这么多的美容资讯 那大家的Big Day在列是什么时候呢 希望各位的准新娘都可以如期的让所有的事情好好的进行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企划内容 那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再见咯 拜拜